赶紧再把葵葵大哥来请上来了 刚刚上阶段他讲 叫我现在要把好的当不好 不好的要当好 这句话我压根都听不懂 只知道低的时候要买 高的时候要慢 接着明天开高走低 总要给我个证据吧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大家信不信随便你们 我想我解盘我都很清楚 因为这个地方答案都告诉你 不好的当好 好的当不好 各位答案都在这里 你去看这天在大跌201点的时候 政府是不是大买 请问那个收拾好吗 我懂了 我大概听懂了 台股大跌 所以看似不好 实际上你要把它当好 对啊 它一定是低的 只有我懂你 所以我们有默契 然后今天大盘 大涨 照看是好 你要把它当不好啊 没错吧 完全正确 所以我又第二个又对了 昨天大跌107点的时候 不好的时候 请问你政府是不是买 你看哦 不好的时候政府都大买 涨上去60点政府变小买 涨上去125点政府变卖16亿 涨上去26点政府又卖 今天大涨120点政府又卖 是不是告诉你不好的当好 好的当不好 对 就是这个意思 来 结论在这了 答案其实在这我们都不知道 不好的当好 好的当不好 对 那为什么这样子 我先给你解释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 区间震荡的行情 政府在互盘 政府只会低接 他会高卖 他会低接高卖 低接高卖 直到盘势稳定了 将来突破上去 才会继续顺势而为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颠覆传统观念 一定要完全反向 所以明天 为什么明天会开高走低呢 为什么 因为美股今天会大涨 然后跌升反弹 因为今天政府在前两天买的东西 他在明天大涨的时候 一定会站在卖方 就是这个逻辑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所以明天最聪明是不能追买 但可以利用手中股票 高点先卖 到沙夏来的时候 再来做回补 第二章就再来看大盘 然后来规划您的大盘 好 简单来说 政治行情有分为五种 我们讲说行情有分为五种 台股的行情有分五种 第一种是政治行情 第二种是资金行情 第三种是消息面行情 第四种是基本面行情 第五种是技术面行情 现在在走政治行情 能不能五种行情 您都解释一下 什么情况叫做政治行情 政治行情就是政府做多 你就做多 那大好当不好 那好当不好 不好当好 所以政治行情 是跟着八大光股行驳走 对 那资金行情呢 资金行情 这个就叫资金行情 能有资金行情 一定代表说 它会有大波段行情 而大波段行情 一定跟汇率有关 它一定是一波到顶的行情 这个就叫资金行情 所以请问资金行情 绝对会伴随着台币走升 外资的大买 对不对 理论上一定是这个样子 漂亮 三什么都消息面行情 消息面行情就说 在这个区间震荡当中 它会随着个股 有的时候会随着消息面去起舞 比方说我举个大力光好了 你看前两天有人偷偷买 涨上来之后 是不是有消息跟你讲说 哇这个地方 中国大陆接单量会增加 什么利多出来 反而那就是卖点了 所以消息面行情会伴随着 消息面利多利空 来进行一个反向的操作 基本面行情很简单 你就拿联电来做代表 一个公司 它如果去年 我这样讲 我的观察是联电今年是赚四块半 我先讲联电今年赚四块半 明年会赚到六块两毛六 你估这么高 因为这是有根据 因为它在第一季的时候 它在十一月的时候公布 明年的三个大价 他们的合约长约报价 拉高百分之十 然后今年的三月 会调到五到十% 是所有的这个制程技术 都调到五到十% 所以这种数据算下来 明年会赚到六块两毛六 来不要轻 我们帮您算两个重要数字 联电股价给我 现在因为是 现在它是62.9 62.9的股价 除以明年的EPS 6.26 本益比只有十倍 你看联电的股价 多委屈 本益比只有十倍 另外一个 以联电来看 它往常配息率高不高 我觉得它今年会走高配息 那大概配多少 如果6.26 它大概配多少 我从今年开始讲 今年是配这个4.5的部分 到后年就配6.26 这是EPS 对 EPS 我觉得它会大概配到百分之50到70之间 好 那我们抓60好了 帮我算了 6.26乘上60%的配息率 这样的息是多少 3.6 3.6左右 3.7 好 我们算3.7 明年如果配3.7给你 除以它的股价 股价是62.9股价 配给你的息 除以股价 这就是股息殖利率 股息殖利率是多少 5%的股息殖利率 很不错 因为它这两年在转型 所以我们在讲 你问我基本面的股票 我就跟你谈连电 它就是属于基本面的股票 所以如果当越来越多的上市会公司 都在反映它的业绩很好 业绩很好 财报很棒 财测很乐观 股价涨就走基本面 那技术面呢 技术面就很简单了 任何的股票都有三种行径 一个是下降的轨道 一个是主体的格局 一个是上升轨道 我们来一个白板好不好 一个是下降的轨道 一个是下降的轨道 一个是主体的格局 一个是上升的轨道 这叫技术面 记不记得前段我曾经讲过 我说当时的航空航运 在上升轨道的压力区 我说它是给过去 你在买在高点的人 到这个地方 比如说常用在149附近 你是要做解套用的 当时我记得我在今天 只谈一种股票 只很明确看出一种股票 在主体叫钢铁 我不知道瑞涵你有没有印象 我当时讲钢铁是在主体 因此这种股票 它就走技术面 那走技术面 它就告诉你 第一 你就一定要在那买方 可是高你可以先卖 低你就买 直到它这个趋势改变了之后 你再顺势的 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以目前短线 你就是以低进高出为原则 将来就是再沿着这上升轨道 低进高出来回操作 这就叫技术面走 所以回到字卡了 这个台股不外乎五种行情 都解释过了 那现在是哪一个行情 当然是政治行情 我不是跟你讲 不好就要当好 好就要当不好 重挫集结占买方 急涨大拉就找卖点 就是这样 解图这张图 好 这张图卡就告诉各位 不要预设立场 这张图卡告诉你 在这区间震荡当中 一定要跟着政府脚步操作 那政府的脚步在哪里 我们回过头来看那张柱状体 它这里面藏很多答案 有没有看到 在大跌的时候 17646开始大买 在大跌的时候 17566开始大买 也就是说 其实告诉你 这个盘政府在17600点以下 它都是站在买方 对耶 可是到了1万8 1万9 它全部都是站在卖方 OK 所以回到那个图 所以17600以下 对 偏向站在买方 跟着光股买 是 17900 800 17800 900以上 它几乎都是逢高 站在减码的卖方 这张图就是要告诉大家 对 你还有一张 那最后这个结论呢 最后这张 这张谈这张之前 我们先回到刚刚那张 我先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盘不会过高 也不会破低 那为什么 我们从下一张图表来看 结论来看 因为这个地方 各位你看 今年10月 11月 在这个地方 今年我们讲说 昨天的转仓是 26642口 空单 对 空单 今年剩25413 你有没有发觉到 今年的10月转仓 刚开仓的时候 是15000多口 空单 11月转仓是空单 17000多口 12月转仓是15000多口 可是到了1月 转仓跳到25000 就代表外资 并不看好这个行情 如果要过高的行情 没有外资 似伴随 这过不了高的 所以就这样告诉你 这个口数已经告诉你 它随时要让你保持警戒 那这口数什么是危险呢 各位如果你看到这个口数 它就要保持警戒了 28043口 到3208口 这是一个保持警戒的区域 为什么 因为当今年 在4月29号的时候 来到所谓17709 跌到1715159 跌2550点的时候 当时未平仓空单是 3208口 那今年历史最高 18034 跌到16248的时候 跌1786点 当时未平仓空单是 28043口 如果这个数字 跳到这中间的时候 请注意 随时大盘会做急杀动作 而这个急杀 就会出现在他身上 所以他做这么多的 一个借券卖出 无谓的只是一个目的 将来在爬山 爬到山顶上爬不动的时候 他把台阶的石头滚下来 然后把你踹一脚 这个时候指数一定会呈现 大幅的下修 这个地方的目的 就是为了将来 期货的套利 做大幅下修动作 所以只要将来台积电 一有波动大幅增加 你就要小心 那个修正绝对不是 两三百点 不是三五百点 有可能是 八百一千两千点的行情 所以这一两天 幸好我每天都发现到 这一两天都有盯着 以您的判断 台积电出完息之后 又把台积电大举借出来 券就是股票 是有它的目的 是我觉得你只要注意看 我刚才讲的数字 2804 32008 就是那个数字一到 这边就会动 你等着看 所以那时候 他就会把台积电借出来 券把它卖出 请问你借金要钱 0.25 你不要钱 他就借金目的是什么 一定是将来要干下来 所以到底这么判断 万八年底钱看不到了 我觉得即使过高空 空间也不大 因为在这边国际盘 我们讲说天花板看废败 地板看台积电股价 你看起来是过也过不了高 低也低不下来 所以这个阶段 维持一个区间态度应对 不好要当好 好要找卖点 就这样 感谢国国大哥 非常谢谢您了 礼拜二 他解盘 今天本来我的想法很简单 因为就听市场上有这么一说 八大关谷行货买车的时候 往往台股后续多头力道就会发飙 就会往上涨 结果口大哥说 乍看是这个答案没有错了 但实际上内容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简单 这已经在说话了 原来关谷行货现在在进行一个动作 低接高买 那此刻的政治盘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你看行情好差好差呀 不好要当好 很好 不好意思要当不好 懂意思吗 因此第二章就告诉您 八大关谷行货已经在这么做了 当行情17600大概是在这儿 一破17600 八大关谷行货就站在买方 没想到一靠近17800之上 八大关谷行货就站在买方 为什么这样子呢 为什么他这么做老是准呢 因为现在摆明了 就是个政治盘 所以您要跟着八大关谷行货的步调走 还有 为什么攻不过去呢 很简单 这章口大哥有说了 因为在好几个月 就从10月份到现在 到一月份哦 这已经是明年一月份的合约了 现在已经在开始交易了 几次的这个转仓过程当中呢 发现到空单呢 竟然越转量是越大的 因此呢 提醒您要记住一个点 当外资的空单 现在越来越多 多到了两万八千多口以上 甚至来到了三万二 这个三万两千多口的空单 这个人认识之间提醒您 外资借台积的券 台积电的券 不是借假的 就在借 如果有往下重挫的那一天 他会借券卖出 所以呢 只要外资没有参与其中 万八就算会碰到会看到 空间也不大 提醒您这个口述 两万八到三万二以上的 净空单 是个重要警讯咯 以上的重点 葛葛大哥结论正确吗 讲得太棒了 非常感谢您了 进广告回到现场之后 接下来交给惠子姐的时间了 如果从盘面上的热门股去抓 不外乎这两大类 凡事都要经过判断 没想到较量配合得宜的 筹码干净的容易上 可是如果较量配合不优的 筹码反而是很乱的 股价大家涨 你反而走不动 而且甚至往下掉 到底呢 量大热门股怎么分辨呢